这是我见过最悲惨的误会 明明拥有无比强悍的战略 却喜欢把阴阳师当成玩具 在对方施展最强一击时 还会爆发实力将其拿捏 喜欢见识人类恐惧和绝望的他 终于在一次战斗中翻车 被最强的12天将一箭秒杀 就在不久前 昂和卢发现受伤的世界之术 有马便准备将所有人召回一同商量对策 好彻底解决龙黑点的爆发 正当双星准备前往时 却突然接到电话 露卢以为是阴海打来的无聊电话 于是接起来就骂 结果电话那头却是清闲的声音 露卢被吓得瞬间实话 幸好有小只给清闲卖门 才让露卢逃过一劫 清闲告诉二人 熊野那边出现了巨大的龙黑点 双星当即决定先去查看再回京都 然而二人不知道的是 一个可怕的陷阱正在等着他们 双星刚到就发现了龙黑点 可在上前查看时却遭到突然袭击 但对方却故意将子弹射外 似乎在把他们当作玩具 二人顺着弹道望去 发现有人提着枪等待他们 那人正是婆娑罗鬼无理 鬼无理告诉露卢两人 希望他们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战斗胜利 双星剑装立马佩戴上骤装 红旭主动充当诱饵心 露卢则趁机窜到鬼无理身前 出气不易用出流星拳将对方轰飞数百米 虽然地上出现了巨大的身亨 但鬼无理却毫发无伤 并告知两人 不要以为他是远程攻击 近战就会相当脆弱 相反近战才是他的长处 而他最喜欢虐待对手 欣赏他们在死前的绝望与痛 听此怒怒不服气 再次举着麒麟臂朝对方风去 可对方一边腿便将他打飞 红旭提着刀紧随气候 但鬼无理却空手皆百元 还将红旭一拳轰成重伤 两人剑撞只好用出共鸣 发出最强剑术双霸小出剑 恐怖的爆炸直接席卷鬼无理的所在这里 可随着烟雾散尽 鬼无理居然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二人眼睛 手里还拿出武器准备开启虐杀 危机关头小之却跑了出 还用他的骤力挡住了攻击 鬼无理箭闯 得知小之便是暗无提醒他 要格外注意的人 于是冲上前去准备杀了小之 陆炉拼命拦截 却被对方一掌公罪 红旭还想帮忙 可依旧是同样结果 在没人阻拦后 鬼无理举起鞭子准备杀了小之 可就在这时 几枚光弹突然轰向鬼无理 而这看似简单的一击 却将鬼无理瞬间击吞 来者正是十二天将中 实力排行第一的卢公天马 鬼无理听说过他的名号 不敢贸然迎战 便提出来场射击对决 也不等天马答应 鬼无理直接跳到远处 连续射出几十枪 然而天马却直接无视子弹 并一脸轻视地朝他走去 见到子弹不起作用 鬼无理只好抽出鞭子迎战 陆炉刚提醒对方实力很强 谁知天马就一箭挥了下去 下一秒山川被一分为二 而鬼无理在说完一言后 身体也立马裂成两半 随后咒力冲天而起 直接将他化为漫天繁星 这就是最强男人的实力 然而天马接下来的操作更凉 面对龙黑点他连符咒都不能 只是一声怒吼 就产生一道同步的光速 将无比强大的龙黑点轻松停住 森林也瞬间恢复原样 事后双星带着孩子 跟随天马一同仿佛京都